大家好,在今天总投屏的过程中我现在和大家打声招呼 我是顾的陈静,然后负责我们大众华区的整个新客户的变现这一块 然后因为我今天我们去office的整个的网络不太顺畅 我就先把这个camera关掉,可能保证后面的不会有些声音的卡顿 如果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卡顿,可以随时留言 我会做相应的调整,那我就先关掉了这个camera 好的,我这边也准备好了 好的,谢谢,那就麻烦金总到下一页吧 感谢今天下午的时间,今天也很开心能和金总这边一起合作 针对我们ezy globalization,也就是轻松出海这个项目做一个亮相 和大家来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首先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针对说国内的开发者 针对现在国内的整个市场的大环境 会面临很多政策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其实出海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变严的趋势 但是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平台性的 政策性的以及其他相关产品端口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应用而生其实只在帮助国内的移动应用的开发者 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能够少踩一些坑 那之内我们Google平台的话 那一定会涉及到你的产品发布前上架Google Play 以及用户获取通过我们的Google Ads来买亮 以及说最终赚钱的事情交给我们AdMob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会囊括这三大个部门的相关的同事进来 所以像金总刚才提到的 我们可能会在每个月末的最后 每个月最后一周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 怎么帮你们轻松出海 所以我们会把相应的大的这种话题都切分开 和大家一一去解答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持续性的系列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 那因为今天我们第二位同事 Jim他会负责买亮 那我今天会从我们变现这个角度 AdMob这边和大家来去聊一聊 那我今天只要会以市场打开头做前站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啊 在出海的过程当中 不管你是选产品 选赛道 还是选市场 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些战略选择 在你出海的第一步 因为他其实是决定了你 前期能够顺 是否顺利上岸的一个前提 所以我今天会以市场和大家去聊一聊 帮大家去看一看说 海外是否有一些 不那么红的蓝海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其实可能从国内的开发者 在出海 是一个新手 但是其实我们国内已经有助的开发者 在海外已经生根了很多年 所以目的只在帮大家去看一看 海外不那么红的蓝海 从而之后你的产品 你可以做一些思考 麻烦进入到下一页 那我今天的内容的话 大概会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 会是来快速过一下 中国移动应用的一个存量现状 第二个的话 会看看中国的移动应用的开发者 在现在出海 从主流Top10的市场 和非主流市场当中的下载 内购以及增长率的角度 看看出海的大盘 那第三和第四部分会是重点 我会从把游戏和非游戏分开 从买量变现和GDP三个维度 拿一个闭环去和大家 挖掘一下新的市场机会 这些数据都是新鲜出炉 依据我们Google大数据 以及我们合作平台的数据 做出的分析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相信大家也都午休起来 相对清醒 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思路 来一起看看说 现在海外的这个情景是什么呀 麻烦进入到下一页 那其实中国移动应用 现在的一个状况 其实大家是比较熟的 因为大家看这张图 在全球的分布 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整体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数值条是指 在全球各个分市场 它的整个下载量的规模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市场其实可以说是一击绝成 已经达到了现在的 整个下载量的天花板 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说 中国除了政策的这个堡垒之外 其实整个规模 也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和存量的这个情形 麻烦进入到下一页 对 大家再来看一下 除了整个下载量 因为这个数据是把游戏和废游戏 合在一起的没有单独分开哈 但是其实它是表明了说 就是游戏根位的一个数据来源 我们可以看到说三月 今年三月比二月 其实是下降了0.16%的游戏用户 那那其实整体来说 减少一百万人口 其实这个规模在中国整体的盘子 可能是比较小的 但整体放在全球市场 它已经相当于是 五分之一的新加坡人口 四分之一的二蓝人口 这个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一个人口规模的缩减 对所以我们就是快速看看 中国的什么情形之后 其实也是给你一个定心源说 现在其实不仅仅是 除了国内垄断 这么明显的这种情形下 政策的影响和风向 那同时其实从这个机会和天花板 包括以及新增的市场规模来说 都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了 对那麻烦你进入下一页 那第二部分的话 我会和大家来去看一下 那既然国内是这样 那出海中国移动应用的市场 移动应用的公司 在海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移动应用的这些开发者 和公司 他们在海外出海的主流市场 的top 10 是这10个国家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横轴 我们是国家 纵走左边的这个是 我们从 因为top 10的国家 主要还都是 内垄为主的国家 所以我们会以内垄为 这个主要指标 这个绿色的柱子 是内垄的收入 然后这个折线 是内垄收入的增长率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整体来说 中国的应用开发者 在整体海外市场的 各个主流市场 都已经占到了非常大的规模 和这个体量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单位是10亿的 这个内垄收入的规模 那其实 从这个数据 我们也可以验证到说 今年我们在新Game 也就是CG之后 我们发布的这个报告 可以看到 中国开发者在2021年上半年 的确是取得了 非常亮眼的成绩 仅上半年的内垄收入 达到了81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47% 海外的市场份额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 份额占到了25% 也就是五分之一都多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从这个图 我们也论证了说 中国移动应用开发者 在主流的28原则市场 也就是我们 Top10市场里头的 什么市场份额 尤其美国日韩 这些以及T2的 这些英语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都是占比非常高了 而且这时国家 除了整体的这个盘子 优势之外 中国开发者 在海外的这个内垄收入的 增长率 大家可以看这个折线 除了法国市场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之外 其实其他的 剩下的国家 都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 而且马上要进入Q4 Q4也是一个 就是游戏发布的 这样的季度 买量也会是一个高峰期 对 那麻烦进入到下一页 我们看了这个主流Top的 十个国家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非Top的 另外的13个国家 我这里选取了 13个国家 大概能代表了 现在目前全球市场的 这个T1T2 T3国家 整个盘子 同样的逻辑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 这个内垄税率的单位 已经变成了百万 这个折线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 神厨市场 新加坡 爱尔兰 还是在新兴市场 巴西 土耳其 菲律宾 或者是像 沙特 阿联酋 这些特色的市场 中国的移动开发者 在内购的规模 和增长率上 也都是百花齐放 印度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体 这个增长率 会有下降 这也是大家 共知的这个政策问题 但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菲律宾市场 也是一个非常显眼的 这个增长市场 为什么 或者是菲律宾市场 它怎么能成为 这样一个新秀 赫利基群 我们后面也有 足够的数据去验证 麻烦 下一页 我们看完了 在这个非top主流市场 内购收入 我们一定还是要关注 这些非主流市场的下载量 因为毕竟这些市场 一定是新出海的这个必须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新秀市场 非主流市场 它一定是一个人口规模 非常大的这个技术 对于我们前期不同产品策略来说 新秀市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和战略的布局 你可以看到和我们的常识匹配 新秀市场的下载规模和人口规模 基本成正比 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在出海前做探索 可以去这些新秀市场当中 人口规模和内购增长都相对高的市场 做小规模的测试 验证产品和市场的匹配度 验证大家关心的ROI模型 为自己的其他的更重要的食品 产品的这个出海打前战 那接下来我们就挪到第三和第四部分 也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麻烦注重到下一页 对在开启整体的这个 游戏和非游戏的划分之前 我这里特地放了一个这个 中国移动应用出海的代表作 大致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简单的区分 你可以看到左边第一行 从左网右手的四款游戏 都属于中国移动应用开发者 在海外非常亮眼的一些 有内购营收的产品 但其实他们在东南亚地区 也开启了广告的变现 而且是早期尝试混合变现的 一些代表作曲 到了非常多的成功 虽然是中度产品 那左边的第二行 从左网右第四个 那这些都是偏休闲 玩法的精品游戏 它们都属于买量好 而且变现精细化 做的非常精细的 休闲品类的代表 那左边 左下的这四个游戏 大家看到它们是属于 从左网右都有养成 有这种回后制的RPG 有slot 还有puzzleRPG 这些游戏也是都是在 早期就尝试了 内购加广告 混合变现模式的一些厂商 而且现在在整体的这个盘子里头 光我已经说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一些 混合品类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而右边的这两列 这六款产品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主流的 这些非游戏的应用 除了以广告变现为主的清理类型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传统以内购的这些video editor video player 包括一些扫描工具啊 社交产品 包括儿章交易的产品 现在也都已经是在混合变现的轨道上转型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你现在的产品 双方产品是哪个品位 我们大致在市场上都可以看到 头部厂商的一些经典的产品 在海外通过商业化 去做到了非常成功 而且他们还不断在持续迭代 他们之所以能迭代 大家也要想想 他们一定是赚钱的对吧 非常赚钱可以说 所以他们还能够高个猛进 在海外市场做更多新的挖掘和探索 那接下来我就整理游戏和非游戏 做个细分来看 麻烦进入到下面 游戏和非游戏的话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这里会从闭环的角度来去看 所以先看GDP 因为GDP一定是我们要 首先考虑的这个维度 这里的横轴是这个全球市场的 Top23个国家的人均GDP 纵轴是GDP的增长指数 气泡的大小是人均GDP 人均GDP代表的是 这个市场用户的购买能力 对吧 因此各位在出海的过程中 也是要一定考虑各个市场的这个GDP的 这里右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图中也有 红色的区域 蓝色和黄色 这里的红色是代表 出海大国的主导市场 蓝色是一些新兴的增长市场 也就是它的增速整体都非常快 大家可以看到在纵轴GDP增长指数这里 它是偏左上这边 那右下的话是这种稳定市场 但是大家扫一下看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在自己 通时雷达范围内的市场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排序 从1到22 这里可以看到说 每个国家的这个 整个权重 你可以看到美国 它其实是一个人均GDP非常大的市场 但是呢 从这个图我们还可以看到 爱尔兰 新加坡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甚至说香港的人均GDP和美国都是接近的 只不过是说这个GDP的这个增速 美国会更靠前一些 那爱尔兰看起来我们其实整体 它虽然人口少 但它整体的规模 以及这个人均GDP都在全球是遥遥领先的 所以如果各位 是一些重度的产品想要尝试欧洲 或者说你是英语系 爱尔兰是一定可以尝试的 或者说你想先尝试一下英语的主流市场 其实爱尔兰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里的增长市场 其实是和大家的同时都比较匹配 那像人均GDP和GDP增长都相对的 在这几年的整个全球进化当中 韩国 巴西 墨西哥这些 其实也是逐渐已经稳定下来了 比如说墨西哥 巴西这些 虽然都属于金砖类的国家 但其实他们这几年的整个GDP 从增测上来说是相对稳定的 没有像印尼菲律宾这些涨得那么快 对 看完GDP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买量的盘子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的买量这一块 麻烦激动到下一页 这个图的话可能看起来有点抽象 但没关系 我来先说一下我的这个逻辑是说 这个大家可以看右边的这个 用户户籍进入难度的排行榜 这个数字越大代表它越容易进入 这个数字越小就代表 这个数字越小代表越容易进入 数字越大是越难进入 那从地图上看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整体的整个分布会和刚才的GDP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出入 我这里的这个综合的指标的这个数字排序 是结合了CPI的增长指数和 这个下载量的增长指数 加准平均得出来的这个排序 所以我们看主导增长和稳定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说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美国市场 其实是一个在我们认识当中 反而它的买量成本和进入难度 没那么大的市场 虽然我们知道它是T1 整个成本会相对高一些 但其实它整体的这个买量的这个 这个进入市场的难度来说 还是OK的 因为毕竟太大 那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沙特 沙特其实在前面那个图中也非常见 它不属于右边的那一块的主导市场 它是属于一个人质GDP高 但是质量非常慢的一个地区 因为大家知道沙特阿拉伯这些地区 都是两地分化非常严重的 但大家可以看到沙特的买量 其实是属于第一梯队里进入难度比较低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 所以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 其实整体如何去尖准投放来获取大 而是需要下一些功夫的 毕竟也有很多国内的开发者 在海外这个中东市场耕耘了很多年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在进入难度属于偏南的香港市场 大家知道我刚才提到 香港市场其实人均GDP和GDP的增长指图 都非常快 但它在整个买量方面 是属于这个相对进入较难的市场 一方面它人口也比较小 因为我这个指数里是包含 Install Growth Rate的 也就是所以整体来说 香港市场虽然说大家都说 我前期国内出海港澳台是第一站 但其实香港想要去打得成功 也是挺难的 总的来说其实大家看 这23个国家其实都是属于在全球 都属于top的国家了 他们的GDP规模和这个人口规模 包括这个用户的难度放在这里了 具体要如何来去获取你们心中的 这些大R实现内构的RY更好的回收 其实是比较考验能力的 那最后看完这个广变现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结论 所以麻烦进入到下一页 看完用户获取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广告变现 广告变现这里的话 横轴也是和GDP是一个逻辑 是横轴是这个变现的规模的增长率 这个规模的话是目前市面上主流的 这些变现平台的这个数值总和 算出来的这个增长率 那纵轴的话是这个市场规模 这个气泡大小也是这个变现的规模 大家其实同时会认为是说 我们一般会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开变现 因为毕竟他们内购能力有限 但大家看这个榜单同样主导增长和稳定市场 你会发现一定程度上 这个营收广告变现规模大的市场 也一定是这个GDP规模和内购营收比较高的市场 也就是说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中国移动应用开发者出海top10的国家 和这里的足道和top的稳定市场 都是匹配的对吗 你看美国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中国移动应用开发者出海的主流的选择市场 所以从这些数据也恰当的反映了 广告变现的主要接受群体 更是有付费能力的市场的玩家 而不是说大家同时认为的是一些千发达的国家 而且我们去年Google也针对这个玩家 从玩家的角度做过一个市场调研 面对面的访谈也印证了说 重度客金玩家在游戏的消耗上是非常极打细算的 而且他们也非常在乎广告带来的收益 特别是激励视频这个广告形式 因为激励视频可以增加他们自己的闯关能力 获取额外的游戏货币 甚至是获得一些应用当中的一些 比如说这种相机去水印相关的一些脚励 所以加速了他们在这个游戏内的进程 甚至在应用内的留存时间 而且我们的数字显示 一般在付费用户和玩家当中 观看激励视频的比例是占到了整体用户的八成 那非付费的用户观看激励视频的占比 大概是在五成左右不到六成 所以也就是说激励视频这个会 把整个广告变现的维度拓宽 另外这里我也想call out一下 大家看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菲律宾 是吧 最右边的这个粉色的这个 它也是一记绝尘 摇摇领先 它虽然整个变现的规模不是非常大 但是其实整体它的这个盘子和增速 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试一下的 它相当于属于一个GDP和变现 双强动力的增长市场 而且从用户获取的角度来说 玩家相对年轻 付费能力也不错 获取的难度也不是非常大 原本的话也相对可控 所以菲律宾市场也是一个值得尝试 和进入的市场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个GDP买量和变现 那从闭环的角度去看 那综合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结论 麻烦到下一页 我们在整个 麻烦进入到下一页 我针对游戏出海 做了一个这个也是加运平均的一个综合之后 类似于我们看的那个奥运奖牌的这个排行榜的方式 就是以金牌榜为主 奖牌数量为辅 我这里是以GDP为主 用户获取和广告变现两个维度为辅 得出了top6的国家的这个推荐 这个红色代表主导市场 黄色代表稳定市场 蓝色代表增长市场 所以其实这些国家 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去 通过这个图来去做到直接的参考的 其中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和爱尔兰GDP在全球都是主导 但是它的用户获取的难度是属于居中 而且广告变现的规模也较大 属于T1团队 而且都是英语市场 这也适用于说 可以接受买量成本相对较高 可以承受有一定回本周期的成熟的游戏团队 那英国是属于一个 三个维度都稳健的市场 因为一般有英语的游戏产品的团队 能选美国和这个爱尔兰的 也一定会把英国一起选 那另外在蓝色的这个增长市场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印度菲律宾和土耳其 这其实也是 这三个市场也在全球的这个 人口也是比较不错 而且人口规模呢 在全球能达到它快20 GDP和这个变现的增幅和增速 也是非常快的 这是属于新市场当中 能够获取 也还是有红利的三个市场 但是印度市场一定是要选重 如果你前期没有这个原始积累 印度市场前期 我会建议政策不明朗 请一下也还是先要小碰一点 那可能这里排序第一的 第七的可能 就是这个印度市场了 这里没有进来泰国市场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 因为我这里看的是top23 因为泰国市场虽然说 它整体的这个用户偏年轻 这个不管是广告还内构的 整个的实力都比较强 但是它放在全球市场当中的规模 就相当于小 所以它没有能进入到 我们的top23个国家当中 好 那看完游戏 我们来快速再看一下非游戏 非游戏会和游戏会是 另外一幅不同的景象 麻烦进入到下面 再下一页 对 这个GDP和这个游戏是一样的 因为毕竟这个是个客观事实 放在这 对吧 大家还可以在这个图当中 快速来看一下这个主导市场 包含爱尔兰 新加坡 美国 澳大利亚 这个港台 香港 加拿大和德国 包括这个 AE是阿联酋嘛 对 所以这些国家都属于主导市场 那增长市场当中 就是我们通常会进入的新兴市场 印度 越南 菲律宾 印度 土耳其这些 那稳定市场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知道 这个日韩英国 T2 T1的英语国家和 偏T2的国家了 对 麻烦进入到下一页 非游戏的话 这个 到买量这边会和游戏有非常大的差别 大家可以看 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在前面讲游戏这个用户或者难度的系数排序 包括后面这个数值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排序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动 比如说 这个 所以可以看到说 游戏里最难的市场 在这个买量当中是日本 它难度是6 因为我们 我前面有说 数据是越小 它越难进入 数据越大 是越容易进入 那非游戏在这里最难的是台湾 它难度系数是20 所以其实反而是 这个游戏的三分之一的难度 其次的话 游戏和非游戏在用户取的排名上的 这些国家和市场也是有非常大的变动的 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美国市场 它的整个在游戏的用户取 买量这边是难度居中的 但在非游戏这块却是较难的 然后再看 比如说香港和英国 新加坡日本这几个国家 在游戏当中都属于比较难的国家 但是在非游戏这里就是相对难度居中 所以游戏和非游戏的市场选择上 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所以如果开发者各位要做跨界的新方向的探索 比如说有一些非游戏要增加一些游戏线 在前期市场调研上 其实是需要做好和游戏探索不一样的方向的调整的 那我这里的这个数值和进入难度系数 你们是直接可以拿来参考的 好 那就接下来进入到最后 这个非游戏的这个变现这块 那非游戏的变现的话其实 和这个游戏的这个整体的差别出入也没有非常大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说 变现主导的国家和前面提到的移动应用出海的 Top10的内购市场和GDP的规模都是匹配的 总而言这就是说从这个排序我们可以看出你理解 某个国家的广告变现的能力 通过这个市场的GDP指数和内购能力去做个挡价的判断 距离就是相差的这个gap不会非常大 除了排除一些特殊的一些不可抗力 比如说LS14啊 或者说像印度市场的这种 这种特殊的真的情形啊 会导致一些ECPM的这个变动之外 整体来说我们在非游戏的变现和游戏的变现这块 整体 几乎我前面提到的付费玩家 反而是观看机率视频 甚至差页展示率高的这个主流人群 所以你的变现要考虑的市场 或者是上的全球版本来说 也一定是要考虑这些里面的主导和增长市场的 好 那最后的话 我也同样和游戏一样 总结了这个top6的国家 麻烦进入到最后一页 这个非游戏这个出海在的top6的国家 看到德国和爱尔兰 属于T团队 日本和英国属于T2的本地市场 其实爱尔兰和英国同属这个 这个英国家是可以一起进攻的 但德国和日本市场 大家知道的它的特色 所以本地化这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这里菲律宾再次出现 前面也提到 它无论是从游戏飞游戏 GDP买量还是变迹的角度 都属于增长市场当中一个心情 也是值得去探索的一个市场 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些这个 先进代啊 这些游戏之外 其实还有更多的品类 值得在菲律宾市场去挖掘 而且我们也发现 菲律宾市场会和泰国市场的 这种运用户层面的 特色会有点相近 都是偏年轻 而且它的移动覆盖率非常高 所以大家可以值得去试一下菲律宾 毕竟很多中度游戏主打 还是泰国在东南亚 那菲律宾其实是值得考虑的 另外一个就是土耳其了 土耳其作为中东市场当中的一个 新型国家 它和中东的其他的主流 阿联求杀 它是有同样的用户画像的 但是呢 这个国家两极分化 又不像这个国家这么明显 所以如果想要拓宽中东地区的 现有优势 其实是可以把中东的土耳其放进来 去做这个现有优势的边界拓宽 而且它边界效应的递减 要比东南亚要会慢一些 好 那今天呢 我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 总的来说的话 其实在整个出海的过程当中 针对国内的开发者 政策收紧 规模有限的形象 出海作为一个变人趋势 如何少踩坑 那其实也是我们这个项目和 Injoy出海一起合作 想要帮大家去实现和解决的 所以感谢今天大家的聆听 我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如果大家后续 因为我今天还 就是网络也不太顺畅 可能稍后没有办法加入到问答环节 但是可以留给金总 我们后续可以针对各位的建议和问题 去安排我们后续的系列的 这个课程的内容和方向 感谢 谢谢金总 那个陈静 感谢感谢 因为那个就是这个资料 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就因为之前那个 就首先谷歌这边也在 不断的这个就是 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是 在外侧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就说 那今天其实在游戏和应用这边 就也很怎么说 就是前线的方式和大家介绍了 这个选择的这种 这个这个优劣 对吧 而且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对吧 那曾经 因为我可能看 就是谷歌内部给到的数据 就是我看到过一些 所以我们这 我可能问两个问题 就是我们就稍微给大家 也是解释一下 这样帮助大家可能在理解上面 可以更加强一点 就是刚才的那个数据的话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他的这个数据维度的话 是包含了谷歌和iOS吗 还是说主要就是谷歌这边 这个是包含了iOS和安卓双端的 包括买量和变现 因为GDP不包含买量 我们这里 我这里做的数据是包含了iOS和安卓双端的 所以是 所以这个 所以that's why我就解释说 为什么泰国市场没有进来 就是因为你把iOS和安卓双端 都放进来之后 他其实整个家园放下来 他的权重就没有其他市场那么大了 嗯明白 就是买量是双端包含的 变现是单端的 变现应该就是主要是那个 的mob对吧 呃是也有一些其他平台的大盘的 也有一些那个数据 明白明白 就相对它是一个综合大盘的数据 对吧 综合大盘 但还是以Google的变现为主 嗯明白明白 因为反正Google 因为Google变现在全球的这个 覆盖和实力也很强嘛 就这个我们也知道 对 然后第二个就说这个用户获取难度啊 就因为咱们打了一个分嘛 就这个分数 就像你说那个呃 比如说日本当时那是六分 就是当然一般啊 就我我们讲的时候就说 日本很难很难很难 我们就只说很难嘛 对吧 那就说这个分数也给大家可能简单的 再再介绍一下他这个就大概 因为我的理解就是说可能是以这个呃 单价或者怎么样 咱们做了某一种这种就说呃 数学层面的这个呃抽象对吧 然后最后得出的这个分数对吧 但这个不止是单价 它也包含这个 比如cp啊 啊这个这个这个呃 我们的我当初做的这个是包含了这个呃 下载下载的增长率和cpi啊 以及cpi的增长率啊 这几个指标啊 通过啊 我们的这个数学算法得出的这个数值 所以它不仅仅是啊 这个买量的成本 它其实从市场的规模 因为下载代表了规模嘛 增长率其实是代表了整个市场的 这个新兴程度啊 所以是呃 四到五个指标 可能有一些市场数据可能啊 不那么全的 其实下可能最最起码有三个指标 就是下载下载增长率和cpi 所以在这个数字上面相当于就说 大家其实去理解它的这种 就相当于已经带了权重嘛 对吧 就相应的这个权重 而不是简单的去理解那个数字本身 对吧 就比方说六和六十 它真的有可能是十倍的难度啊 就是就是那个难度就相当于说带了权重嘛 对吧 对没错 而且嗯 我这里没有特殊去想的这个数值 其实是这个数值 其实这个参考性是很大的 但是呢 呃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数值 它也是动态的 对吧 呃 我们呃 就是要关注数值 也还需要关注动态 所以这也就是咱们这个课程 持续性讲下去的这个 啊 这个意义所在 我们可能可以动态性的把这个市场变动 也呈现出来 对明白 就相当于大家去看这个数的时候 就不要被那个数字本身去迷惑嘛 就相当于大家去理解 就是说你真正去操作的时候 它这个数字是一个参考 对吧 就一个一个参考性 你要去体会 就是相当于它是一个立体的立体的表现 但是它能够把这个数字 就比如曾经这边通过数据数据 然后再通过数学算法 能把这个数字表现出来 就就这个其实大家就就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是通过数字 然后再去理解和体会这个相应的难易度 对吧 那最后我再有个小问题啊 就是说因为在游戏的这个咱们总结市场推广的时候 就说就是美国US嘛 就我们当然没有别的意思啊 但是说美国确实排在第一位 对吧 那那那为什么应用这边就是US没有排在 就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应该就美国市场确实很重要 对吧 对我们出海的大盘量很重要 那那那为什么就是应用这边为什么美国没有没有排上来 对 嗯嗯嗯嗯明白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后针对这个品类细分的时候 可以详细去聊一下的一个部分 其实他因为在应用这边的他的整个态势 包括他的难易程度和游戏相比是不一样 然后美国市场在整个盘子 包括中国移动用开发者在美国市场的这个深根 除了简单的这个VPN啊清理之外 其实其他的整个品类目前的整个进入程度不像游戏那么深 啊所以啊在美国市场来说我们目前首先没有看到他上来 另外其实他的原因其实是多维度的 我们可以之后针对这个话题去展开讨论一下 嗯好的那其实呃简单来看就是相当于比如像德国啊 这些就是应该看到了中国的应用呃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嘛 然后就说大家其实可以去关注呃这样的一些区域 对吧就特别提到就可能第二个就这张表 我觉得一个重点就相当于是呃美国呢就像说可能是难度比较大或者怎么样 但是就说德国这个值得关注另外就说和游戏比最大一个区别 就是日本的这个位置嘛对吧因为日本日本相当于其实是呃 所以出海来讲第二大市场对吧那那他在这个应用的可进入范围内能排到第三 说明大家就需要对日本就是也是提高重视对吧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大家大家会以为特别难而忽略了这个这个区域 对是是是谢谢金融的补充非常到位 的确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数据其实他也不是简单的就排出来这个顺序 也是后背后也是有算法的啊 然后算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几个市场其实是综合了买量变现 包括整个GDP的这个机会和规模都出来的 所以他的参考性呃和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呃是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直接拿去去做这个这个应用的 对对理解理解因为这这几页PVT真的还是呃价值很高的就但当然这个事情这样就说呃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靠靠个人吗因为因为到时候真正大家上线的时候无论是游戏 成长然后变现对吧它是一个均衡的一个一个生意啊 然后在过程当中咱们再及时的做出调整 对吧然后当然我们就像曾经说了我们也会在呃 适时的这个合适的这个时间窗口 然后呃给大家带去这个最新的这个呃哪怕是这种微调的变化 对吧来自市场的微调的变化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呃出海无论是初期中期还是呃这个成长期都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吧 对对对 好的谢谢 没有感谢 谢谢